娱乐讯近日在某电影首映会上 导演吴宇森提及昔日与周润发合作时 大铺周润发在当时剧组织别人吃过的剩饭 竟显节典品德的往事 现场吴宇森分享到 自己喜欢让演员自由发挥演戏 即让演员将真实感受和经验投入作品 他透露周润发所饰演的小马哥 拨着脚在地下车库吃便当的经典桥段 就是来自发哥本人的创意和构词 提起发哥 他更是分享幕后故事 当时片场统一订便当 却被工作人员嫌弃不好吃 有人吃了几口就丢在一旁 周润发健壮 不顾自己的明星身份 捡起了别人吃过的剩饭就吃起来 而且最后一扫而空 吴宇森透露 周润发吃完剩饭 还告诉工作人员 不要随意浪费食物 这让丢便当的人生感惭愧 从此就再没谁敢不珍惜粮食 周润发出到四十多年 主演过许多经典电影 演技超群 平日也异常清明 搭地铁 到市场买菜 外出时通常是低调和朴素的打扮 网友纷纷感叹 难怪发歌会有今天的地位